但是他的家庭你了解吗 你知不知道 他爸吃个杀人饭 段嘉许 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 那还不如分了比较好 你追谁不行 你追我妹 你有没有点了解 对不起 兄妹 为什么要打他 我为什么不能打他 就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段嘉许他做错了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名字大 为什么我爸妈都没了 只要有我丧志在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才发现 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 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 你不是说过吗 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 剩下来的就都是好事情 所以 准备好了吗 我希望你能怎么办 我还没办法 那个 我女生 我女生 她 女生 我女生 她女生 我女生 她女生 she 那学会抽烟了 我没有抽烟 不是我的 刚刚明明看见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不学好 我没收了 不是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朋友的 他们可能是犯错了 你要是不给我 还喝酒吧 一点点 先不说别的 这么久没见也不叫人 这家许哥 给我看看 他没说什么呀 有什么是不能跟二零二宿舍女子天团分享的吗 这确实是有一个事情 不过那个不是我的事 是我有一个朋友 朋友 朋友 就是我这个朋友他小的时候 喜欢他哥哥的朋友 后来他哥哥的这个朋友谈恋爱了 然后他就放弃了 但是最近他没有遇见了 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哥哥的朋友 那他多大呀 大学毕业两年 那差不多也就二十四 二十二十四 做什么工作的 听我哥说 是一个做游戏研发的程序员 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能长多大 还不是一个小朋友 老东西 骂我啊 为什么感觉你对我有意见啊 小朋友 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 我确实比你年长五岁啊 而且你以后结婚了 你爸妈不一样觉得你是小孩吗 所以你想当我爸 蒼蒼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 长得帅 长得很帅 传绩好 说话性格很有趣 就很有魅力 哎呀那照你这个描述的话 他是肯定有你回来的 就是 没错 是 您什么时候有空 不打扰的话我好请您吃个饭 谢谢您送我回来 你以前也没见对我这么尊敬 一口一个您 我想起来了 这个您字的意思 是不是心上的你啊 是我爸爸跟我说的 你跟我大五岁以上的人说话 就得加尊重 就得说您 对不起啊丧志 我今天可能没办法复约了 你先点点东西吃 别饿着了 我听您声音好像不太对 你是不舒服吗 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他约好一起吃饭 他估计就会强生下去 连医院都不会来 丧志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还先来 你还要先吗 没事儿 就是有点肚子疼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打车 我们去医院 你这是在颤护老人呢 曹贵王 我不扶着你 你自己可以走吗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 好 等一下 你 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要不还是打车吧 那这儿的地址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Creative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